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邪城和飞珠发布的五一旅游趋势报告群显示 日本是今年五一长假中国出境游的最热门目的地 在民宿平台爱比营的数据中 日本搜索量也位居第一 不少媒体用爆买再零等词汇形容今年五一的中国游客 据日本主流媒体的消息 4月27日至5月1日期间的北京东京航班接近满座 接受采访的中国游客表示他们打算在日本买东西 日本记者在东京银座 新宿 色谷 池袋等购物热点 拍下了中国游客人手几个奢侈品纸袋的盛况 有在银座奢侈品门店购买香包的中国游客表示比国内便宜 还有许多想要买买买却有精打细算的中国消费者盯上了日本颇具特色的中古店及二手店文化 有奢侈品二手门店店员反映称 这段时间中国游客激增 可能因为二手比较便宜 他们下手特别快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 2024年第一季度 中国内地赴日游客平均住宿12天 人均消费额为29.3万日元 这已经逼近2015年同期 中国游客首次以爆买震撼日本中国旅行团 在秋月园街头人手两个电饭包的场景 这现象出现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 由于日元在今年的快速贬值 日元今年的极度弱使让日本游在全球的旅行目的地中更加有竞争力 在英国一家调查公司发布的统计称 在日本旅游的消费低于大多数欧美国家 甚至人们印象中颇为平价的东南亚部分独家驱入巴厘岛 尽管如此 目前中国游客在日本旅游业中的数量仍未恢复至曾经的鼎盛时期 据统计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内地赴日游旅游数量仅恢复到2019年的55.1% 中国在目前的访日游客数量国别排名中仅位于第三 低于韩国和台湾 高于香港 中国曾是日本旅游最大可原国 2015-2020年中国访日游客每年占全体超过两成半 最高占的是三成 当然 中国游客的爆买虽然吸引了诸多眼球 但一些支付能力更强的中国人 却悄悄地大量复日购买最贵重的商品 房地产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许多中国富豪正在推动中国东京高端房产热潮 并重塑东京的城市形象 据房产经纪人和其他关注这波移民潮的人士称 对中国制度的不满在新冠疫情时期的突然风控中爆发 此后这种不满情绪有增无减 助推了这波移民潮 并且对中国经济放缓和股市的低迷也促使富人离开中国 虽然传统上中国富豪更亲爱美加澳等英语系传统移民国家 但日本也有突出优势 距离中国主要城市只用两三个小时的飞机航程 日远疲软带来的低房价 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亲切感等 截止去年年底 日本约有82.2万中国居民 比前一年增加了6万人 是近年来的最大增幅 如果是七八年前中日震冷金热 各类日系文化走红中国的冷蜜月时期 那这幅场景倒也可以理解 但结合现在的简中舆论状况 这种场面却显得分外刺眼 因为简中互联网上的反日 已经达到了魔争和不可领域的程度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日本已经成了一个万事不顺 都可以拿来扎一扎的直小人 或者彼此之间互相泼顺 猎屋时的万能鬼夫 一旦日本发生什么天灾人祸 这些人就像过年一样兴奋 丝毫不在意中式回旋标的威力 比如今年初 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后 海南一家地方官媒的主播 因发表针对日本的冒犯性言乱 遭到自己所认知的电视台停滞 他的遭遇很快受到了 网上民族主义者的同情 他们指责电视台不爱国 刁盘侠胡锡进公开表示 支持电视台的这一决定 结果也被打成了汉奸公知 胡锡进都成了狗汉奸 这实在是简中互联网圈里的 巨型黑色幽默 不过这在喷红了眼的爱国网民面前 实在是稀松平常 就说这位被免职的主持人 人家转身就开始做自媒体直播带户 一夜之间粉丝就充了700多万 实际上 反日对于简中互联网圈子里的某些群体来说 不仅仅是流量密码 是你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震胜群 和发泄力气的最佳通道 自己喜欢的明星的竞争对手 去越趟日本拍的照片 就说他参拜静国神圣 两个品牌互相竞争 就发动网民大开脑动 寻找对家商品包装上的日系元素 农夫山泉就在前不久不幸中强 不少人在车上贴什么 仇恨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出厂设置 一般贴这个都是廉价国产新能源车 一碰就爆炸那种 说实话这些人不知道是太年轻 还是记忆太差 还是文化水平太低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人家可不是这样教你们的 用财经视角 剖析热点中的深层逻辑 奇笑怒骂间 把握喧嚣下的中国脉动 内容相当靠谱 形势绝不严肃 欢迎继续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这里是中国最前线 我是子昭 我们继续来聊聊最近 中国人爆满日本的话题 但与此同时 真正的日本企业和日本文化 却依然在中国市场上大杀四方 到处收割中国人的钞票 一边抵制据说亲日的农夫山泉 一边买真正的日货 麒麟三得利 这不是笑话 而是两个月前真发生的事实 动画大师公其俊的新作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在日本国内被认为 好看的晦涩 评价两极 却在中国收获了最多的票房 和近乎一边倒的好评 按照小粉红的审查标准 这部电影显然属于借反战的名头 为亲热战争洗白的范畴 而我不知道日本人 怎么样表达历史不算洗白 可能必须自杀谢罪吧 在中国人疯狂富裕的同时 各地文旅一般也没少整 小京都小镰仓之类的山窄 网红景点的烂火 媚日媚倒的官方层面 反日这件事 中国人做到了空前的晋分 这种晋分甚至可以体现在 同一个人身上 当然如果我们带入天降伟人 指挥下去 很风乱的中共国家机器 各部门的视角 就可以理解这种晋分了 在宣传上炒作反日的 和在经济上增加对日贸易的 是不同的部门 考核不同的绩效 而浮入反日积雪的大部分人 反正也没钱去日本 去日本那些纯粹的日子人 只要不够出名 气势熏生猎物和网报 也跟他们无关 而在华投资的日企 和复日投资 特别是买房的中国有钱人 则在有关部门的保护系下 完全安然无恙 喧嚣的舆论可能只是一个泡沫 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现象 从消费者层面来看 爆买日本确实只能算是一种 经济理性行为 毕竟日元汇率现在已经处于历史低点 日本的所有商品相对 之前都打了七五折 况且日本的商品 从日常生活用品到 搭建耐用消费品 其精美工艺 牢靠的质量 人性化设计 合理的价格 总能让人爱不失手 在社交网络泛滥的当地 那社会对日货的 有口接背景形成浪潮 不是短期可以消退的 再加上日本的商业服务精神 设身处地为客人着想的服务意识 世界一流 中国人仿日爆买的也是 标准化和感受人性化的服务 蕴藏在商品和服务中 任务稀有深的日本价值 实际上相比疫情前 中国人今年的爆买还差了很远 那时候我也亲身体会过 被中国游客挤爆的东京药装店 穿着和服逛街的游客 几乎全讲中文的京都清水寺 毕竟现在中国人也没钱了 现在我跟日本 吃吃三十年一样的严重通缩 但已经没有钱和意愿去消费 但从宏观视角 全世界更惯心的是 日本这一轮被美元加息带动起来的 半推半就的贬值促经济 到底能不能带领这个躺平了三十年的国家 走出通缩阴影 重现辉煌 从股市的状况看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从去年开始 全球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投入日本市场 预估也重新站上三十四年前的历史高点 今年迄今 日经二五指数飙升超过14% 跑赢了大多数其他主要市场 去年全年涨幅则高达28% 股神巴菲特增持日本五大上升 外资大量涌入日本 日经二五指数开始 快速攀升 外资成为日股反弹的主要动力 目前外资持股比例 已经从1989年的不到5%升至30% 如今 日本经济已经处于一个转折点 日本央行准备最早在今年开始 逐步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 越来越多的公司提高商品价格 金资过化状况也被打破 从投资角度来看 日本资产却是长期被抵过了 日人大扁之后更是如此 虽然日本这30年从赤姐之巅 滑落为发达国家二流的衰落是明显的 1989年 在全球市值排名前50位的公司中 日本公司占了32家 尤其是银行 如今只有丰田汽车公司一家 跻升全球50强米 1989年 世界上10位最有钱的富豪中 6位是日本人 现在只有3名日本人 跻升全球亿万富豪前100 因为长期预期低迷 日本东京政策所主要上市公司中 大约有一半的公司被低估 市值净率低于1 即使在今年的反弹之后 许多日本股票仍然处于低迷的水平 37%的日金指出成分股的交易价格 低于其账面价值 这意味着投资者卖掉股票的所有资产 比继续经营能赚更多的钱 这等于是对管理层投下了不信任票 但也可以反向解释为 企业有很大的上升钱 日本企业特别是大型商社积累的巨额现金 很多来自于海外投资 因为扩张缓慢 相对健康资产负债表 对于投资者来说特别的划算 正传市场的价值在发现 外衣的房地产里 这正好是中国富人喜爱和擅长投资 日本有序的社会管理体系 良好公共服务 完善的基础建设和高度文明的 国民素质衬托之下 日本的房地产是惊人的划算 这才有了王思聪大公子 为代表一众中国富豪 纷纷复日买房的盛景 尽管如此 日本风险经济犹存 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 家庭消费依然疲惯 尚未完全走出通缩 仍然是全球唯一一个 实行负利率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 那些长期扩养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 都没有决定性的好转迹象 比如人口老龄化 虽然历经这30年的失望生息 略有好转 但也就是人口出生率 做到东亚第一而已 这只不过是跟隔壁 彻底完绝育的中韩台相比 而日本的优势产业 虽然空城河依然宽阔 比如丰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霸主 但却向上 在科技原创开发上赶不上美国 下面要被中国廉价商品挑战 虽然获利依然丰富 却难免把吃老本之嫌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这轮繁荣仍然很可能 仅仅存在于股市之中 普通人却要承受输入性通胀的痛苦 而被量化公式驱动的投资者们的青奶 经常只是逆时的 他们甚至最近发现 中国大A也被低估了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 更重要的是 日本作为东亚长子 在其牺牲国民生活 死命卷生产的模式破产 30年之后能否在高端制造业的县城 优势基础上重建立足于本国消费 和科技创新的新一波繁荣 还是被重新逼入 牺牲国民生活内卷 输入过剩产能自活的道路上 这条道路目前由天降伟人 带领人民中国人民疯狂推进中 这涉及几十亿人眼前的生计 以及我们这个世界 要有一个怎样的明天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此朝下周与您继续相约中国最前线 再见